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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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拿去吧 好,我甚至和大家見面了 這次的題目 我看的標題相當厲害 是厲害的 因為這幾個月 好像未出過這麼厲害的新聞 所以我們必須和大家一起聊聊 即是有些宇宙物理的 一些新的發現 對 標題大家也會看到 科學家測試到 宇宙第一個光的指紋 這個光的指紋 其實的意思是怎樣 如果你按照標題來拆 如果有人告訴你 他能量度到 宇宙上最古老的發光那顆星 可能真的拍了一張照片 有一點就是那顆星 現在他說 他不是直接拍到那顆星 其實那個系統 可能已經散了 可能變成黑洞 始終是由宇宙初生到現在 一百三十多億年 他很多時候就留一些遺跡 那些遺跡就遺留在周圍的星雲 或者背景輻射裡面的光譜 我們就會說 其實光譜正正就是一些 原子的活動 留下的指紋 如果你看元素周期表 每一個元素都有自己獨特的光譜 我們就會說 每一個元素由光譜出來 留下來的獨特的光譜 就是屬於那個元素的指紋 他相信他們找到 就是由第一顆星所形成之後 他出來的那些光和那些核子活動 將它散落在周圍整個宇宙空間 令到周圍那個地區的那些光的遺留 那些殘餘的光 上面的那個光譜 裡面有一些這樣的 衡星活動遺留的殘跡在這裡 他們相信他們找到這件事 我會覺得其實是大發現 如果是真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在宇宙物理學裡面 找過什麼呢 我們一方面就嘗試 在宇宙深處找越古老的星 嘗試找到一顆 那顆星本身是很老的 即是他入盤最初到現在還在發光的 其實通常現在就不再發光 但因為那些光 是經歷了那麼長時間去遺留下來 其實那些光需要用百多億年 才來到我們的眼睛 所以真真正正在那顆星本身的位置 它現在變了什麼 已經不知道了 可能已經死了很久了 但只不過距離太長 所以用那麼長時間才來到 我們就嘗試在天空上面找一些老的星 其中一個找的方法就是 我們嘗試看一些 光譜上 熊移得越來越嚴重的那些星光 因為我們相信宇宙是在膨脹的 距離我們遠的星 越是離開我們離我們而去遠的快 所以給予出來的熊移效應也是越強 我以前說過很多次 宇宙膨脹的熊移效應 譬如我們駕駛超速來做例子 基本上都是用多普勒的效應來量度熊移 這件事其實是放在天文上做觀測 尤其是做宇宙研究 已經說了很多年 快到了100年 現在我們嘗試找一下 在宇宙深處裏面 找不找到一顆星 就算找不到那顆星 我們找不找到那些 相信是由那些第一批的星體 就算它死了不再發光 它們留下來的殘餘 其實一直是很難去找的 因為我們不是找一塊發光的東西 我們是找殘餘的光 而且還要在一個很微弱的背景之下 宇宙初開流下來的背景複射 我們可以量度到的 90年代量度到 那個叫宇宙微波背景複射 宇宙微波背景複射形成之後 其實隔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才有第一批的星去產生 而由第一批星去產生之後 也等了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宇宙才演化到今天銀河還銀河 星系還星系 星系團這些結構 其實相對比較遲才產生 中間有一段時間 宇宙沒有什麼星 可能只有一兩顆出來 但基本上整個就像黑蚊蚊 有一些如溫如熱 在那個時候 剛才也說過黑蚊蚊 我們只是叫一個cosmic dark age 於是它那麼黑 那些訊號那麼弱 我們其實沒有什麼證據 我們有什麼今天觀測的方法 去看看當時發生什麼事 其實是沒有什麼的 但唯獨是如果我們找到第一批星 或者第一顆星的樣子 或者出來的殘餘 的光譜 我們就可以開啟到一道門 就是在這個叫做宇宙黑暗時期的時候 究竟發生過什麼事 剛才那段說話 其實就是一個很精要的宇宙學 宇宙歷史 一段黑暗歷史 其實我是很少提到的 就是只是說 開頭大爆炸 接著那些東西就自動冷卻形成 但是其實說著 由它爆出來之後 那些元素形成 一些氫亞蚊比較輕的元素形成 怎樣去點著第一個核聚變反應 其實中間那段Dark H 其實是不可忽略的 其實是很少人 我們知道的資料很極少 是的 但是因為裡面包含的資訊很多 我逐樣逐樣去拆開來 問問問陳正雲博士 第一件事 你說元素也會發出光譜 我們舉個例子 例如我們後面有兩支燈 其實這個也不是同一個物理的元素 其實說得發光 離不開就是 你將有些元素 裡面令它激發了它 所謂激發的意思就是 令它這些化學分子也好 或者是原子也好 它的外圍電子 跳上高一點的流程 它由高流程 跌到低流程 就放一些光出來 即是電子的波動 就會釋出能源 即是電子由一個高能階 跌到低能階 它要放一些能量出來 那個能量就用光形式放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經常見到 無論你說是燈膽的光 即是激光 即是在我們身後上 如果現在大家用了LED 其實就離不開你怎樣去激發 原子上面的電子 令它自動跌下來之後放光 問題是你怎樣用一個有效方法 將原子激發上去 其實說得放光都是這些原理 宇宙初期的星體 其實都是這個原理 都一定是 你說如果一堆星雲 如果說星雲或者星體發光 你又要仔細分開兩個層次 即是你如果強行把那堆氣體壓縮 那堆氣體 如果宇宙尺度天文來說 就是你有足夠大質量的氣體 他們自己的重力夠大 互相吸引 他們都會由氣體縮起一堆 其實太陽是未形成的時候 那個前期的星雲 它自己慢慢縮起一堆 就等於將氣體硬壓縮 在這個過程中 都令他們碰撞頻密了 於是他的電子被踢高 踢高上高樓的機會也大 所以他們是會因爲自己引力收縮 而去發熱發光 但這個都不是最有效的方法 進一步就是說 如果塔縮得足夠勁 就可以 例如太陽的例子 在中心足夠熱 足夠密 去到一個地步 去點著了氫和氫之間的核聚變反應 於是就可以一下子透過核反應 再產生更大的能力發光發熱 這個就是說 究竟是由一個純粹好機械式 氣體塔縮的機制來發光 還是你是用核反應來發光發熱 其實離不開就是 你去透過激發了原子外面的電子 令到它由高能階 自動跌回低能階的時候 出來發出光子 即是離不開這種過程 你說如果宇宙大爆發的時候 一定是很熱 亦都是很光的 但那種光呢 你會看到就是 基本上那個什麼都未形成 但圖畫大約就是 周圍都是很光 光得很厲害 但就是一層迷霧 你看不透這層霧 但這個霧是一個很光的霧 你看不到多遠 但它慢慢的霧 越來越稀薄 消散 最後呢 冷卻下來的時候 甚至乎就是 它主要發出來的光 都是一些我們肉眼看不到的光 而它冷卻到今時今日 它發出來最主流的光 就是微波 微波背景輻射 微波在我們的眼睛 就看不到的 其實在宇宙很早的時候 就已經冷卻到變了 周圍很漆黑暗透明 尤其是空間突然拉得這麼大 之後 之後你就要靠等很久 就靠那些氣體自己 因為萬有引力走在一起 剛好得那麼巧 又如何穿到一些 核醉變反應 形成了一些這樣的星 才會慢慢放回 令到宇宙又更光亮 第二個問題是看這個圖表 它就說 如果有第一批星或者第一個星的話 如果我們看這個光 或者這個光譜 我們是否理論上 我們可以找到它那個 有一個稅數 原則上是的 基本上 我會這樣說 由它那個光譜紅二的程度 就可以計算到它的稅數出來 譬如 宇宙裡面 開頭的時候混沌一片 我剛才說過很重的迷霧 但是迷霧 什麼時候會消失呢 大約去到宇宙形成了三十萬年之後 宇宙三十萬歲的時候 在那個時候有什麼發生呢 就是原本自由地周圍飛的電子 被原子捉住了 原本的電子和原子混合一鍋湯 就是一個plasma 就是一個等離子 但是 因為足夠冷 最後就被原子核捕獲 大家乖乖地坐在原子周圍 於是乎 在這種情況之後 由plasma 變成一個不是plasma狀態 就突然變成宇宙的高度透光 這一刻其實我們計算到 大約就是宇宙三十萬歲的時候 也是微波背景輻射誕生的那一刻 由那個時候開始 微波背景輻射就繼續去自… 就好像拍了一個snapshot 拍了一張照片 定了一張 一直冷卻到今天 讓我們去由微波背景輻射那裡看到 在這個宇宙三十萬歲的時候 就對應 如果我們用回剛才的熊移程度來說 就是熊移程度就會被正常偏 是偏離了1100倍左右 就是很有趣的 我們慣用的就是用一秒秒去數 我們宇宙年齡 但是你說如果說宇宙物理天文學家 他說回是由現在說回多遠 他就會用熊移程度 那個熊移程度 這個熊移程度 我要停一停 這個熊移程度 實際上是一個時間概念 你可以將它和時間概念 一個逆時概念的混合 越是過去的事 它的熊移程度會越大 因為越是過去的事 需要越長時間才能過來 距離我亦都越遠 越遠的東西 其實一直以一個 越高的速度遠離開我 所以會體現到比較重的熊移程度 說這些宇宙微波輻影輻射 因為已經是非常遠之前發生 遠的一個地步 就是它的熊移程度 已經是1100倍 這個問一個比較型義學上的問題 你不需要給個答案 因為其實我臨急問起 你也未必可以回應過來 其實這個時間概念 在我們的感官來說 是否我們只能夠以空間的概念去量度 空間加速度的概念 其實我們今時今日很多時候 人類去定義時間 或者感受時間 都是用回我們肉身的感覺 我們眼睛 但你去到這些 這麼大型的天文 其實我們那個感官上 其實是感覺 我們不太明白這種時間 是一種什麼的概念 你說如果人類最能感受到時間 是日月 即日夜的周期 接著就是影的變化 感受到我們心跳 即是那種時間的周期 但如果現在說 即是我很難去告訴你 原來那個熊移程度 1000倍 原來對應就是這個 原來宇宙 就是宇宙30萬歲之前 對應的就是136億年前 135億到136億年前的事 這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輻射 但其實如果說回這宗新聞 它那個形成的 第一顆星形成了之後 發出來的光 以及影響到周圍 整個背景輻射的殘餘 它現在計算到大約是發生在 看看 它說的是180個Million 即是1億8千萬 如果用廣東話來講 1億8千萬 我當作是2億 即是你數一下 就是134億年前發生的事 由宇宙變得透明 即是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形成 那些元素真的可以一顆顆 中性不帶電的元素形成 即宇宙30萬歲 到達1億8千萬歲 30萬到達1億8千萬歲 其實中間我們用人的概念 都等了很長時間 但宇宙來說其實是很短的時間 中間就是這個暗時期 其實還未完 黑暗時期 因為你第一顆星 都不會和整個宇宙照光 即是黑暗時期 因為我會點了一顆火柴 然後你還要等多 可以說是上百億年左右的時間 才叫做 我這個百億也是一個很籠統概念 我比較保守 起碼上十億年 由這個一億 由二億 再跳到幾十億年之後 才叫做 那些形成的星足夠多 其實可能再遲點 那些形成的星足夠多 多到一個地步就是發出來的光 足以將這個星系和星系間的星層 都電離去 即是我們叫做 reionization 重新電離化 在這裏我會看到的 所以其實在 我會說 在這十年的宇宙物理學 那個研究來說 現在我們畫面上看到這個圖 再將它中間很多的步驟過程 再介定得更仔細一些 我小時候讀的時候 只有一頭一尾 這樣已經很厲害了 但現在 厲害了 我們看到這個位置 我們大約知道這個 第一顆 開始 接著到現在這個 reionization 即是我一手指 畫面上只要這個位置 叫reionization 之後才再看到這個星系形成 即是中間由那個 開始 有物質 一粒粒的物質 變成星系形成 中間的這些過程 其實都是更加多 透過我們的觀測 以及我們物理的認知 將它解定清楚 第三個很巷外的問題 就是 它這個第一顆星 它那個光譜 如果我們看得清楚 我們是不是會看到 它是什麼物質 反過來 剛才我們說的一件事 理論上是 但我看回CNN 甚至乎 它那個發現 是遞到Nature自然雜誌 裡面其實應該未看得清楚 但其實就算未看得清楚 我們都幾肯定是氫元素 因為在宇宙初生 第一批的物質誕生 我們其實都幾清楚 大部分是氫 亦都有相當部分的氫 比氫氫再重一點的元素 叫lithium 即是鋰電池 那些扭扣電池 就很少很少 然後再重一點 原素應該是沒有的 但這個邏輯上 應該推斷到 我們一定是猜 最初不會是重的東西 一定是很輕的 因為重的東西 是一定要經過有第一顆星形成之後 去磨出來 即是它再超新星爆發之後 才能磨出來 即只是宇宙創生的情況 理論上應該出不到由宇宙原生出來的 一些重的元素 比如說碳 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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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 油 這些元素 基本上不會入宇宙初生 一定是由星系自己去修圍 這個 我們可否用另一個比喻去說 其實宇宙是混淌或初開時間 但其實是所有的東西是跳來跳去 是最基本的 你說什麼跳來跳去 粒子 粒子 基本是混合在一起 一鍋湯 總之這些是散開的 所謂重的東西 就是當它聚合了才叫它重 就是後來因為有核聚變 一連鎖的核聚變過程 才有一些由氦變成氧炭 甚至乎是鐵 這些重點的元素 周期表上重點的元素 就是這樣黏出來 那我們可否由此去說 這個所謂聚變的過程 一定是在宇宙這個 即是這個所謂BIG BANG的過程之後 之後很多 其實開期也不是說沒有 但是它不足以大量產生 一個很多的重元素 從而令我們看到的就是 都是氦和氦 其實這裏都要提一提 在這次這個發現 其實是科學家是透過觀測 他們都是拿一個雷達或衛星 其實主要是在澳洲的細節 那邊看上去 他在找什麼訊號呢 光有很多種 你找高能射線還是低能射線 如果找微波背景輻射 就是在找背景輻射 但是這次又不是找微波背景輻射 他就很清楚 就是要特意找那些背景氫元素 氫的光譜流下來的輻射 他不是說找特別一顆星 給出來氫的光譜 我們太陽也很多氫的 我們透過觀測太陽氫的光譜 都有很多有趣的發現 而那些發現多數是幫我們了解 就是看太陽本身那種核反應 如果我們不只是看太陽 我們可能看一個天空上面某一個空間 故意不去看一些星 只是看一大堆我們認為沒有東西的空間 而那些空間 我們盡量將一些周圍環境的干擾篩走 一些比較近期發生的天文信號篩走 連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信號都篩走 而我們很清楚 篩淨那些很明顯 就是對應在這個叫做 2億年 暗季時期時候 所剩下的信號 而那些信號是氫流下來的信號 我們現在問的是 在宇宙誕生2億年之後 即是說我們134億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那堆氫在搞什麼鬼 剛才你說的應該是一個探索的過程 即是我們大幅度去探索 其實需要針對某一坨的天空 去做一個重複的探索 即是一個範圍 我們就在探索 剛才你說的 我們要禁止它 不停地把那些聲音減走 這個過程一點不簡單 我記得這裡有個專門術語 專門講的那些輕的信號 他們用了一個很簡單的 term 但大家不知道這個 term 是什麼意思 就是叫21厘米 21厘米光的信號 這個又是多多小踩到 就是一個我自己曾經想做 但最後沒有做到的不約論文研究 其實當時在2000年開初 當我們量度到很多 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資料之後 我們很希望就是說 好了我們知道宇宙30萬歲的時候 是怎樣的樣子 再之前是怎樣的樣子 比較難知一點 因為宗微子不是那麼容易度 再之後去到星體形成 我們也可以透過天文學家幫你去找 但是在星味是形成得很多 以及這個宇宙微波背景輻射中間 譬如由30萬歲到10多億歲 那段時間發生的是什麼事 當時在2000年左右已經知道 是要靠21厘米訊號來量度 所以當時就有很多理論去嘗試去奠基 以及希望有一些項目開始去做 通常這些是等十年八年 所以到今時今日在澳洲這個項目 量度出來有些資料匯報 可以說是2000年投放下去的研究 所以我今天有收成的一個結果 差不多20年了 其實是的 我想起碼15年了 你剛才說的21厘米是怎樣的 其實是說光譜線對應光波的波長 它的波長是21厘米 這個波長是很長的 正常來說 我們肉眼可見光的波長 就是用這個 比如說是300,400,500 500個nm 500個納米 或者叫做0.5個微米 微米就是百萬份之一米 即比毫米再細1000倍就是微米 我們看到一般黃色的肉眼可見光 是一個很短很短 你間尺都看不到的一個這麼短 但是它說 這些在氫元素裡面 它應該會照計大量產生 其中有一個比較容易度到的轉移 就是對應一個21厘米的光譜線 那光譜線 你想想還要經過紅移 再進一步拉長一點 於是乎就是一個 它又未去到微波的訊號 微波去到再長一點 它比微波沒有那麼長 短一點 但是又不是短到像我們今天那些可見光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這些拉得那麼長的 真是很久以前發生的事情 因為是被紅椰效應拉得很長 它是一個沒有微波背景的輻射那麼長 但是可以對應一個 微是太遠 就是對應剛剛在那個 宇宙黑暗時期 那些氫元素 比出來那些光譜的訊號 第五個很寒愛的問題就是 剛才我們說了 例如說這些星發光的 這些氫的原子的一些活動 那每個都是氫 那為什麼那個老一點 我們會看到 現在我們看到的太陽 那個發光有什麼分別 其實剛才也提了一點 就是看紅移的程度 我們的太陽離我們這麼近 基本上我們也看到那些光有一點點紅移 但是那個紅移是因為什麼呢 因為太陽自轉 太陽在我們看到的左手邊 原來是那些上面的等離子體 是向著我們飆過來的 但是另外太陽的右手邊 那些等離子體是離我們而去的 其實那種這麼微細的因自轉 而比出來那種很微弱的紅移效應 或者藍移效應 我們是可以量度的 但是那些是很微弱的 但是在這個宇宙這麼遠古 和這麼大距離 它比出來的紅移效應 是會很強的 但是它難度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很弱的訊號 但是這個已經被攤動了 百多億年這麼弱的訊號 但是反過來的另一方面 就會給予到一個很強的紅移效應 可以給我們看到 它的能量密度會拉到很低很低 但是它的波長會被拉到很長很長 波長拉得長 其實在對應光的能量是低要的 因為光子的能量是跟它的波長有關係 我們中學物理學也是這麼說 就是波長的長度越長 就是能量越低 是的 其實這個你不難理解 給你一條繩子 你試試多拼多幾個波長短的波 給我看 你會比較辛苦 你只要拼得很密 這個有個比喻 你看張家輝 你有沒有看 張家輝 我忘記那套 我忘記那套名字 說他做拳手 你出拳快一點 你也覺得很累 在短時間之內 但是如果你 譬如說你有兩條繩子 它那個 你給你一個長一點的波長出來 你就慢慢慢慢 所以其實光也是一樣 波長越短速的東西 它那個能力 你要輸去的能力 觀珠的能力是很高的 但是波長 就是加碼細線的那些 波長很短 但是對於這些 有21厘米 又那些軟距 已經被拉到很長很長 就是一些說的波長 是以厘米計 以米計的東西 他如果說這個波長越長 但是他如果是光的話 他會不會有一個能量消失的時間 他一直這麼多年 他一直射出來的時候 他會不會去到 其實會這樣說 他會被 可能會被撞到其他東西被吸收了 他可能會被撞到第二顆顆子 按一下吸收 或者撞到星雲 有時撞到等離子 看他會不會吸收 又可能會被一些新的信號 走出來掩蓋 掩蓋 總體上來說 你要一下子 整個月就這麼大 你要把這些信號完全洗掉 基本上沒有什麼可能 這就靠你自己本身的科技能力 怎樣去勾回這些信號 這是否等於我們的聽覺 譬如說 有一個很遠 譬如我跟你說話 我當然聽得到 是的 在那個房間裡 我們很難聽到 因為我們的耳不夠靈敏 但如果我的耳靈敏 我會聽到更多 遠一點 其實這個比喻 其實都相似 現在的光也是一樣 不過在我們這些房間來說 可能很多東西 最後吸收了你的聲音 但在宇宙來說 如果你不是有牆 你只是圍著一顆星 擋著它 基本上光是自由地 在整個宇宙射出去 這就等於一個平原 很遠 很遠的時候 其實有些人在做一些事情 或者他在拍手掌 這個聲音會一直傳過來 只要我們的聽覺 是有足夠靈敏的話 周圍沒有太多干擾物 或者吸收物 你基本上的訊號 可以較大機會 繼續保存 我們宇宙微波保存幅射 更加遠一點 老一點 何況這些是21厘米 一個很技術性的問題 我不知道現在這個圖 是否在量度那些東西 照計不是這樣 但我們怎樣可以 越來越做到 我們觀察的能力 越來越敏感 是靠什麼 因為剛才那個比喻 有點不對 因為如果聲音 它一定是以空氣作為本 光是不需要的 光是不需要的 光是可以在真空那裡 詳細技術上問題 我也不清楚 我講漏了一點 這些21厘米訊號 有一樣比微波背景輻射 稍為比較難去量度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本身對應 由氫發出 因為宇宙發生很多事 所以很容易會有些雜音干擾 所以令它勾出來 又會比較難 所以比起微波背景輻射 遲些才能量度 如果我參考量微波背景輻射的經驗 就是你無論在南極擺放一些探測器 或者直接 基本上後來就是WMAP 或PLANK 這些是人造衛星 扔上去太空 出了我們地球很久 甚至乎我們剛才講過 那些 譬如說 那些什麼 糟了 那些取代哈佛的那些 那些什麼 WAP 那個望遠鏡 擺到去拉格 James WAP 擺到去拉格 這些都可以 而是 不過你要擺到適當的儀器 去探測適當對應的波長 來取得你最想要的東西 我再用一個比喻 希望大家都明白 假如現在有個交響樂團 有很多種樂器 突然有人針在地下 你是不是要靈敏到聽到一句 是的 即是我們聽的時候 不是我們一起聽 然後將這些交響樂團 全部探索走 就剩下這個信號 而最後我們不是真的錄到 針給出的信號 但我們去探索走其他東西 發覺有些東西剩下 相信就是由一支針流下來 現在我們探索走這些東西 發覺 相信就是由這個第一顆星 給出來 我這裏不夠時間講 其實有一個很有趣的含意 就是原來再發現 當時的宇宙是比我想像中 理論上估計更加冷 而最後吻含意 就是可能那個暗物質 那種參與宇宙溫度演化的程度 是比我想像中強的 這是他們的報告 另外一個的結論 其實仔細說 再需要進一步的距離 現在我會說 初步結果是這樣的 我也很希望他們驗證到這件事是真的 起碼一件事就是 這個 不能計算數 小見地不是標題檔的新聞 是真的 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這件事是真的 這件事是否會形成過程 我想是比較難 因為我們不是整個 源源不絕的一個影像訊號 錄下來 像你去到火警現場 燒到一堆炭 你看不到中間發生過什麼事 但是 希望可以有一些更加仔細的訊號去看到 或者可能不是在這裏 在其他 如果你看到全天候大範圍尺度 都找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進一步的資訊 但是我覺得它對於暗物質的含義 那個Statament 我覺得是挺震猴的 是啊 我一看到 其實不是這個標題 我看到那個就是 Eda Mata 是 這裏再說一兩句 暗物質可能存在的形式 不是我們想像中的 我們想像是認為它是一些很重 但是不會跟我們現有認識的粒子 發生太多關係的事情 它一樣會有慢有引力作用 因為它很重 但是另一個極端 就是可能它是一些極輕極輕 輕到我們現在的儀器 能量不到的東西 我們的儀器 只能量到一個範圍 太重的東西我們量不到 但是太輕的東西 我們也不太懂得量 所以現在開啟 另外會不會暗物質的存在形式 就是一些極輕的東西 輕到我們不知道 現在我們的儀器能量不到 而且也不在我們的粒子物理的模型裡 這個就是最精彩的地方 厲害 我這35分鐘其實都很密 資訊密度相當高 因為要翻炒自己以前學過的東西 都要搬很多出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下次再回來 我們下次再回來